为了加强学生反毒及反80意识 现议员曾正言特别邀请五周园长中剧团来到新丰国小 借由独特口说技巧及肢体斗趣的演出 吸引学生高度兴趣 也加深学生认识毒品的危害 判营造一个友善且无毒的校园为目标 透过这个反毒的教育宣导的理念 让孩子能够从当中学到怎么样保护自己 怎么样远离毒品 那再一次要感谢我们议员 把这么好的东西能够引进到校园里面 让孩子也能有机会接触我们台湾 这种艺文的传奇这个布袋系 先议员于秀英指出现金毒品千百种 甚至有不肖人士将包装改为糖果或咖啡包 引诱学子使用 这次也感谢曾议员的用心 透过布袋系的方式 加强学子反毒医事之外 也能认识台湾传统文化 现今社会独品千百万种 我不少人数 竟然将他的外表来改造糖果 加咖啡包 让我们这次的学生来吃 这次我们的战争严议员 透过布袋系的方式 来加强我们学生 他们知道毒的地色 要怎么反毒 所以说 很感谢他的用心 也期待就 就这个外表的办理 然后让学生 他们家庭 放毒的意识 了解 也让他们可以认识到 布袋系 这个重要的传统文化 先议员这次言则表示 本身对反毒及反霸凌非常重视 尤其学子弄吸食到毒品 后果不堪设想 也再次呼吁学子 千万不要因为好奇 而去吸食毒品 我个人对我们这个 反毒 反霸凌非常重视 所以我特别邀请 我们台湾国保际的 保抵国保际的 红海台的中心 红文王 来我们新鸿国秀家的演出 政策的演出 今天地方主要是 反毒 反霸凌 因为土的东西是真的恐怖 我本身 我刚才有一些实践案例 有个国中 国中的 就去摸到桌 摸到桌 人生就拆一片黑白 所以 独品的东西 绝对 千万千万不要 这次曾议员邀请 吴周元长中剧团来演出 透过独特口说技巧 及精彩的演出 吸引学子们的兴趣 就有这样的方式 不仅加深学子 反毒反霸凌的意识 也能深入了解 本国传统文化 记者兄弟 南投採访报导